民黨立委陳歐珀涡 涉入IMB詐騙集團案 風波是持續延燒 他昨天晚上也在臉書發表退選聲明 表示說連日來他受到指控說 他與IMB詐騙集團有牽扯 不過他依然強調說 他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接受這些企業贊助 並不知道他們是詐騙集團 那他也強調說 為了要捍衛清白以及顧全大局 所以才會宣布退選 不過他等一下也稍後 在這個11點的時候 將在立法院開記者會說明 那現在也有一說是 黨內為了擔心影響到 2024大選的選情 所以逼他退選 也帶來聽到超越立委怎麼看 陳歐珀的退選 當然就是他已經變成林志堅第二了 他怕骨牌效應 他怕2022的他們的大選 結果的夢魘重現 所以應該是賴清德有出手 去主導這個事情叫他退 陳歐珀他自己也表達他是人不明 我想如果你知道他是詐騙集團 你也不可能收收他這麼大的幫助 如果交情不深又有大筆資助 這一種就要特別的小心 好那對於陳烏珀的退選 而且民進黨發言人張志豪稍早是表示 尊重他勇於面對的決定 並呼籲檢調要積極地偵辦這個案件 並且他在宜蘭縣的立委 民進黨這一席後續將交由 2024提名策略小組來決定 請回家